非常欢迎各位 到我们今天特别为您安排这个环境 我们今天走出棚外 也是希望让大家看看 在如今我们都要见面对一个疫情之后的新生活 其实开场才能够做好 希望您喜欢我们给您做个安排 这是任何县做独乡厂 这个大院子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用餐环境 而且它有很多文化的一些群里的一些摊摆 毕竟这个院子你看看 这个有90年的美食 1931年就在了 所以非常谢谢您接过我们的机会 当然这里面一定有美食招待您 我们的第一道美食招待就是软壳馅的沙拉 还有一个猪 先尝一下 我记得我上次访问您告诉我们 主要也可以以这个无极军动为主 好 对 没问题 其实我今天安排这个问题 我还觉得有一个更特别的理由 是 我相信在现在很多国家 很多很多地区 我没有这个机会跟你做得这么紧 对啊 是 没有可能有这么样的一个放心的环境 台湾这一切 你觉得在这次疫情当中 全世界 你觉得我们做最成功的事情 对 我觉得我们最成功的就是 去问街上任何一个人 大家都会觉得防疫是每个人的功劳 是他自己的功劳 我就遇过朋友跟我说 指挥中心要我们戴口罩的时候 我们就戴口罩 指挥中心要我们不用戴口罩的时候 我们也戴口罩 意思就是说 大家在这个SARS之后 对于流行病局都有相当好的认识 然后而且也是靠每一个人自己去想出 好像什么内外加 轰大利丸 等等的这些口诀嘛 然后好好的洗手 然后好好的保持守护卫生 保持距离等等 那所以 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就比较不会有防疫的否可 因为每一个人可以提醒每个人 那反观很多其他的国家 光是说口罩到底代表什么意义 然后还在整个社会进行辩论 那对我们来讲 口罩就是 你手不要随便碰面 然后要一套洗手 那这个任何人一戴 就可以提醒其他人 要照顾彼此的健康 像这样子的一种 社会动员的能力 就不是由上而下 我们看到 其实最近台湾民众 特别年轻一代 对于很多政府的市政 也不是没有批判过 是很猛烈的接触 这次民众的配合 跟甚至主动的带政府去监督 你有个惊讶 有什么同名的配合 我觉得因为这些方法是大家自己想的 所以当然就是配合 特别像说要大家一起戴粉红口罩 这也不是指挥中心什么的英明 是有人想一组二组跟他们讲的 对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当然因为是民间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我们说众人支持众人助之 就是这个公益的想法 一开始是民间提出的 政府只是去领跑 就是去增幅它 去让这个民间下方 让大家看到 自然大家就愿意配合 但是配合彼此 不是配合政府 会不会这次政府当中的项目一样 这是一部分 但是就是说当然像之前这个陈建仁老师 同时是流行病学这本书的教科书的作者 但是又是我们当时副总统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需要像其他地方 就是你的流行病学的专家 需要去说服你的政治人物 因为我们最顶尖那个区别的专家 本身就是政治人物 那这个情况当然是在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里面 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对您自己呢? 我自己我不是流行病学家 我也是看陈建仁老师的那个线上教程 稍微学一点流行病学 可是我觉得你在政府的所有官员的联统当中 你所代表的一个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种开放式专业 以及对于这个薪知的这种高度的尊重的态度 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看到你 然后知道政府有人真的是在说内行 做内行的事 你统不统一点点就是你在这里面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疏流性的角色 特别在公关号 我是觉得像那个吴展伟就是口罩地图的作者 他说这个特色的就是说 他不是台南人 他在台南办的一个叫做好想工作室 有一个工作空间 他像江明宗啊 他们都是一开始口罩地图的作者 他们从头到尾没有上过台北来 他们不需要去跟什么政府中央官员去进行检报 他们的想法一旦做出来 我就拿给我们苏院长看 苏院长一看就看懂了 我跟他说明都不用说到第二次 他一闯了就说好 那民间的这个想法非常好 我们去竭尽全力的 让他们的这个口罩地图可以让全国的人使用 不需要靠吴展伟自己签了Google 60万的那个使用的费用 那当然这个就非常有意思 因为这不是我们一般采购的做法 采购的做法是政府想好一个 然后让民间去实行长商嘛 那但是现在是民间是假方 民间有一个好的做法 我们是乙方 我们要来把民间的想法去实行 那这样的做法 其实我在过程里面 其实比较是一个转意者的一个角色 去把民间的这个语言 转换成公共行政的语言 然后再让院长这些朋友们 能够去说好 我们全力支持 但是绝不注意到 那有没有想到如果没有你 这些转达 这些连接 这些工作 那奥士豪里甚至根本进不到我们觉得 没有你的话 我是觉得如果有一个 专业节目的角色存在 那它其实就是可以把各个 不同的价值都相拥有了 所以阿姨你以为 你的物格 你有觉得在这次疫情当中 是 你真的看到了你的力量跟角色 因为我觉得政务委员的人 就是一定要有不同的价值 每个部会是不同的价值 我现在迟迟说 任何人都可以来找 不是只有部会的同任可以来找 所以这也是一种示范 那自从我这样子做之后 其实也越来越多的文武同任 开始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现在并不是非我不可能 毕竟就是 每天下午两天开启成会 又不是我的主意 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子一种激进式的痛迷 它一旦变成一个常规 民间就会要求政府做这件事情 所以并不是非我不可能 是 确实我也许是率先走的 你刚刚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只知道我们会很想到 你说 其实两个人记得会的定义是什么 不是我的主意 哪些目前我们看到的 在公开的防疫政策方面 你可以说是您的主意 有什么保证的 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是我的主意 没有 我们口罩地图的情况 是吴湛伟的主意 那把这个药局的这个集市的库座公开 那这个当然是院长要求之后 我们健保署的同仁 跟他们的厂商的主意 那到我们厂商预购的时候 那个是华业人 就是起卖卖的东西去做的主意 而且实际上可以这样子做 也是四大厂商的朋友们 一起帮忙写出来的 到三点零的时候 就是去用健保台障税 那个是我们财资中心 就是财政股本来就已经有的 那所以官报公司的主意 那到四点零 那当然也是一些立法委员们 然后说 我们没有这个领个口罩的路啊 能够把它就是贡献出来 然后给全世界的朋友 到现在已经超过五台湾片了 那也是这些同仁的主意 应该是中加定位 欢迎委等等的主意 那所以我其实是把大家的主意 这一切的构想把健保台连接这么多的资讯来到 以现在和未来的三倍券 这不是你一开始想的吗 谁能把这个想到用它来做这么多的事情 是在2016年5月的时候 当时健保署 就是关于如何使用健保台 他们有改一个叫做 为了减证便明的作用 它本来是只有健保署的服务可以用 但是健保署跟其他机关合作的服务 就在2016年5月的时候 改成那一个配用 那所以当时就是为了说 你拿健保可以去超商 你开始找地方水 像地下水 现在当然棕锁水 也非常多人 你如果两万元以下的棕锁水 你到未来就叫了 那这个所谓检测便明是很重要 因为大家大概都知道 最近的潮商在哪里 那最近的公所距离就不断了 所以我们有了一个健保 我们有了全世界秘图第二高的潮商 还有一些相当专业性的关系 当然这时候来 还有很多网络上的东西 对 还有幸福的钥匙 觉得绝对要理 所以你必须说 台湾有很多的元素 是已经在那边 而正式地把它整合在一起 这一点是你的问题 我觉得我就是让这个整合的过程 可以少一些价值上的摩擦 有摩擦发生过的 当然了 像一开始我们口罩地图做出来 那些发号码牌的药局 就很摩擦 他们说我们要发号码牌发完了 可能已经没有口罩可以卖了 口罩地图上面还写说 我们还有几十 大家都打电话来骂等等 那我觉得社会创新的好处 就是说像江明宗 他地图上本来就有一个 让钥匙能够打回应稿 的这样一个地方 所以很多人马上就说 后码牌发完了 不要拦了等等 那后来呢 健保署也把这个 变成一个废图的篮围 包含他营业时间 发号码牌的 买口罩的实践 以及他后来 按一个键就可以 从地图上消失 这些都不是我的主意 这些是钥匙们的主意 那钥匙们的主意 一旦大家觉得这个可行 那肩膀鼠马上 我们是钥匙们的一方法 整个过程的缩转 让你在这个 后面的剧情更完美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想 这个里面很多的计划 那刚开始都出现了 事实上每一个 一开始都不完美 你们的力量都不完美 当然 那为什么不第一次让他们 因为我们 如果没有让大家 去试用这个东西的话 大家提的意见 是没有所本的 没有所本的意见 那当然我们也很难会去 可是很多民众 我觉得刚才世界的时候 就告诉我 这个会 你还你所有的想法 这个民众对 就好像这个 只要全知 对对对 对 对 不过这样子全知的一个结果 其实也是 把大家排除在抉择里面 因为我们如果一下子 就做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的话 那我们自己也许不放自上 但是那些觉得 还不会完美的人 那因为这个大部分 也觉得他很完美了 他也的意见 也就没有办法取得 大家的共鸣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 还是共鸣社会 自己直接去 说这个真的不行 我们来给政府看 怎么样做更好 那这样子的做法 我觉得才是让整个 社会都一起进步的一个 可是很多官员可能会觉得 这不就是你 鼻发了民怨吗 嗯 这个整本 这个政治整本 社会成本 滑得来吗 为什么第一次就把它 完美 尽量完美化 我才可以去 你的看法就是 接受批判 接受利益 就是应该 而事实上 这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嗯 对 所以第一次就做完美的 你觉得在目前的政府 这个施政里面 你几乎就不太好 应该是说 如果你第一次就要求完美 那你就会不断的自我涉嫌 到几步什么都不做 所以都做不错 那当然是很完美了 我们到底现在 其实政策在你的整个过程中 你会觉得哪一次做的是 紧禁于万美 没有 完全没有 离离万美都有 非常大远 所以接受批判 你觉得 那应该很理所达人 这个就是民主社会啊 不然我们要有自由做什么 那我用举例子 比如说 我相信这个自在过程当中 第一判最多的 也许跟你们没有那么关系 那就是万元界的那个 初衷万元界 在当时发展的第一线的时候 如果七层不知道该如何 去进行这个资料的收集 到后来又做了很多修处 就是要算不完美的一个政策 当然 我当时其实已经开始在 规划振兴的部分 然后就是防疫振兴 紓困我是确实没有参与 但是当然我也理解到说 就是当时那是一个设政系统 那设政系统 它本来是存在的领先 那我们一下子就是让它 成长量变高 那确实就会造成说 就是所谓这个 紓困之苦嘛 对不对 好像是我们只会 这样的参与 所以在于 发生的什么问题 那是整个经验不足 还是口渴能力不足 为什么在 您所能够接触到的 这里面所引发的事情 很快的调整 不至于 您发了那么多的抱怨 你去光说那个 纾困政策是肯定的问题 你还是输入出我们在续续化的 这个扩充 其实我们在振兴阶段的时候 大家本来也有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去设政系统 然后直接把三倍券等等 去发到 中金收入户等等的手上 也就是说跟当时 书肯定的做法是一样的 那然后后来我们采取了一个 比较聪明的做法 就是往每个人的账户里面 发一千块 然后呢一千块有个备注 说去换三倍券 那这样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说 他实际上 不管他采取数位刷三千 两千 或者是值得拿一千换三千 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即使他在超商 在邮局 他做事跟任何其他人一样 所以呢 他不会有一个公平化 标签化的一个问题 那只要有这样子 就是心里觉得很固定 那其实大家就越来越 越来越会使用这个政策 所以我认为说 我们是确实从 就是这个疏困之谷 万有疏困之谷里面 去吸取一个教训 什么教训 就是说 如果每一个人 他在自己 去存取政府服务的时候 可以不去去排队 而是说 以他自己方便的时间 方便的方法 二十四小时 都能够去存取的话 那么我们不需要拘泥 以说 工所才是我们的工所 所有的ATM提款机 所有的超商 都可以是我们的工所 所以我问一个 也许现在维持以外的 还是很能不了解 你为什么直接 不把钱给大家 你能不能就一个最浅显的 我想原谄 经济学者有解释过 我还想听您的现实 OK 他必项说 以数位三倍券来讲 就是说你要在实体消费 不是网购 实体消费三千 消费三千之后 我们给你两千块的现金 这个就不限期使用 所以就是说有一个限期使用 你花了三千 正新的经济 那我们给一个奖励 就是两千的现金 不限期限 但你大概也会 把他在期限内花完 因为两千的现金 拿到手就花掉了 所以这样就创造了五千的效益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是 直接把两千给你 或甚至是把三千块给你的话 虽然我们没有跟立法院 要那么多钱 它只会创造两千或三千的效益 所以五千的这个效益 当然是大过两千或三千的效益 就是当时这个书困 正新的条例 我们的预算里面 就只有跟立法院要这个 你要更多的话 我们还要再去跟立法院要 第二个 你们最重要的希望 能够扩大它的效益 对 那一千亿 对 你认为绝对可以达成吗 我觉得最主要的 还是看多方便 如果你不需要付出很多时间成本 那就可以达成 如果你需要付出非常多时间成本 那就可以达成 所以目前你们在进行 就是在七月在开始之前 尽量把一切的方便 所以事实上这个事实上 直到现在 七月时候要开始 都可以继续修正 对 任何人只要想出 让它能够更方便 更好用的方法 我们就一定参加 你个人那个拿到会怎么用 你想吧 我本来是要捐给公益团体 但是那一个公益团体 台湾人权促进会 就是说不接受政府官捐款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网友有发起一个 这个唐凤不能捐台权我来捐的这个活动 欢迎大家讲应那个活动 那但是呢 我自己大概就是在 我们上次有对话 有个社会创新事件中心 对对对 里面它有一个社创平台 有大概四百多个组织登录 它都是可以把三千块 再变成五千块六千块 等等更多的环境或社会效益的一些 具有公益目的 但是又有向里面服务的一些设计 所以我一定会划在这些上 所以我想那天应该有人会非常盯着你的花费 绝对是 你是准备一次花费 我从房顶到消费 整个过程我也会去量 它需要几秒钟 因为这个是我们主要的指标 所以你会一次把这个花费 当然我还会自己再加忙 绝对不会只抽过 不会只有三千 一定超过三千 这样 那就要看那个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了 所以基本上你也鼓励 比如说当然这个大家自由意志 你鼓励你都怎么去花这些钱 就是要走出门 走出门 走出门就是这样 因为在整个疫情过程中 其实我也没有到这样的产品吃饭 我都是运用一个叫做 无接触取餐的这个服务 就是说食物然后外送 然后到家门口 他也不安电了 他就透过手机告诉我 他在家门口 他就走 然后我再出来去餐 中间完全不存在 任何肥膜传染的可能性 那当时我主要是用户不送 我现在这个品牌对 转进了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当时确实人跟人之间的这个接触 真的是变少 而且就算接触也是戴口罩 表现也看得清楚 所以整个社会啊 我觉得是在一个稍微 比较熟利的一个气氛里面 那所以我是鼓励大家 就是走出门消费 这是最重要的 出门消费 然后去 认识人 要不要一口气花点 这就看大家了 每个人消费习惯不一样 这个没有办法强求的 会不会外界所怀疑到的一些问题 当然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怀疑 有些人转慢了 有些人没有 你觉得让社会去不断去思考这些 也是这样是吗 嗯 当然 这如同我们刚刚那个说就是 中低收入弱势直接会一千元 那也是因为在之前你刚提到文明书分的时候 社会上有很多网友说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 就是你有大家的帐篷 就是为什么不直接会 我们也是参采了那样的意见 所以说如果不是大家 就是这样几次广义的话 我们在下一次回处了一次的政策的时候 我们还是变门造局啊 只有大家这样公开讨论 我们才能开门造局 所以就扮演一下来 你觉得我们政府是决策的机制 真的有发生电话 有 绝对有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每一个超商 每一个ATM 每一个邮局 每一个药局 每一位药师 都是等于是广义来讲 就是做一个公共服务的一个窗口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你每一个人他自己 最习惯的那个服务方式 我们不会再去觉得说 大家都是必须要骑头式的 所有人都来用我们调整 所有人都来用心理法等等 而是说 你最方便的那一个 那应该是政府来配合你 而不是你去配合政府的政策 那这个在防疫期间 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因为我们如果不这样子做 就会出现防疫破口 所以就像当时在药局 虽然到最后都不太需要排队 但是连有些朋友们 他下班的时候要洗澡 他就下班了 他去上晚班 那这个时候 他工作时间因为长 他就永远没有办法去药局排得到 即使不用排队 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去透过 像24小时的超商 等等 让这些朋友们来预购 那当时我们做的这个 这个口罩的可几率 就从70几法 变成90几法 那你如果没有到90几法 这个R值下不来 那我们防疫也没有办法 或者是什么 这个池池在我们台湾忽然很强 是 因为我看到有些什么极致 或者有些局限性 他可能没办法再靠这池 他可能没办法再靠这池 像说你不能选口罩 女色了 拿到粉红色了 太粉红色了 这种 有没有可能未来可以选到这个 你现在在 对当然现在我们已经解禁了 所以就是说就算有你要报文的 那你就是去自由市场那儿 就是你是用信用卡 刷信用卡的时候就是自由市场 刷健保卡的时候就社会主义 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包括 如我们的决策机制在来 是 我们的硕容 对 我们服务递送的方法 大家都了解 而且你也鼓励官员要接受批判 接受批判 不要再去走一次就完美 开门造句 开门造句 我这个字眼 你新创的吗 是 第一次官员 他听了什么反应 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啊 哈哈哈哈 那种感觉好 因为我觉得有道理 是 不要太好 接下来 你觉得我们还有什么是 可以用这些思路的 可以跟我们的甘愿 我 也许我可能问你一下 就是后疫情的生活 你会在台湾 对 我觉得 在台湾其实大家 介绍你很棒 是 还有三种海鲜在这儿 我不太喜欢吃海鲜 你也喜欢吗 这里面有干贝 有虾 还有扣葱 非常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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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刚介绍菜 不能打断你的思路 没问题 没有没有答案 我想在台湾大家 接下来古居的时代 最关心的还是在学习机会 跟在健康上面的平等 台湾有个特色 我常跟伯伯朋友说 其实我们在步四驱的时候 或者在之前读各个 比如光线 Table等等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一种 真的是 从外国人来看 是很难理解 就是为什么玉山山顶上 你还要把四驱里布上去 甚至我们去部长说 如果需要出动直升机 再走不行 就是说 它是不可能回收的 就是你要在那边 要用多少的人 多少的网路 也是不太可能 但是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块都不能够少掉 这个所谓的汉品人权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是因为 我们现在很多的讨论 包含现在大家在看这些 就是影音的各位 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 大家都是可以499吃到宝 所以每一个人 他把自己的想法很完整的 透过直播啊 透过录影啊等等 把它录下来 分享给整个社会知道 这在我们来讲 是一种好像呼吸一样 自由的事情 但是在很多其他的 可能福音比较大的国家里面 那很多人他只能接收 就是能看电视 但是呢 他如果想要跟很多人 一起分享他的想法的话 他完全没有办法 因为他的没有看平 所以对我们来讲 接下来就是 不管是教育机会的普及 健康机会的普及 普及就是要把它固在 4G最弱的地方 最偏向的地方 甚至要达到所谓 越偏向越近近 那我觉得这个是 很重要的东西 那我们将来的生活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了 很多事情突然发觉 就是我可以做很多的追踪 我可以做很多的情况 嗯 嗯 这个健康的生活 我们在数位的应用上 会越来越犯罚 是啊 像我去台南 他们有一个全台首学的 一个博览会 有非常多学校的老师 来分享他们的 叫特效案 但是他们都不在台南 那因为这是全院观 那为什么是当然 当时因为疫情的关系 你不是那大型的机会 但是更重要的是 纵使你有机会 是在户外的空间 大家都戴口罩 老师戴口罩 这个讲话的说服力 就打个阵头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透过远距反而看得清楚 很多人去想说 那我透过远距 即时的视讯 是不是会抽格啊 声音不好啊 或者是等等 那些大家脑里面的 大概都是三年前五年前的视讯 那现在呢 其实你打开一个浏览器 浏览器那一件视讯功能 而且呢 继续度相当的好 声音也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就 轻调大家脑里面 对视讯一定是只有 两分请 见面才有三分请 一个值得看法 现在视讯也接近三分请了 见面戴口罩只有一个分请 现在我们会有 越来越多的视讯式的 是这样的草 那我有两三部分 我强调讲 这个是蹲饭 当中物食的这个 蔡凯的名字 不想看 人就会败错 对 我第一个问题是 很多人都在担心 青年秋天 春的冬天 第二波的疫情是真的 台湾成功论 在第一波疫情中 我们拿到了 最小最小的社会上台 第二波来的时候 你觉得在数位科技 和总统方面的运动 是不是已经完全准备了 包括那时候可能口罩 右看的要新增 又要怎么样 你觉得你还看到 有担心的地方 还是已经都做好 做好这个防线 我想 因为连续相当多天的 固定决定 对 所以大家现在当然是 就是我们吃饭 很快乐 但是只要有一个 龙王之余出现 不管是什么原因 那我相信在一小时之内 所有人都回到 东元三北的状况 我是非常的紧急 那二指一定是一过一 所以就算有一些 灵性的状况 你的心理理由是在哪 因为我们前面之前 就像刚刚讲的 大家说指挥中心 要戴口罩的时候 就戴口罩 说不用戴口罩 因为有事要去 大家开始戴口罩 就是说 只要你有一个 很古确诊的个案 所有人的那个心理 还是你知道 我们在休闲的时候 我们对于任何可疑病例 会有更好的追踪手段 会有更好的 会有更好的 合理的方式 如果我们现在是边境严防 或者 他如果设了其他人的话 我们在未来的这个追踪 或者怎么样的方式 会不会有更好的方式 不过我们边境严防的目的 就是我们不需要 在社区里面 用 好比像说现在 很多国家在用 这种蓝牙追踪 和这种技术 为什么这样子做 是因为大家其实在台湾 他并不习惯这样子的应用程式 所以即使他是开放原始 即使他真的是对隐私没有侵犯 社会要相当久的时间 才能够理解到 他对隐私的侵犯到什么程度 那但是呢 如果社会没有这样子的时间 去见解释的话 在台湾里由上而下 要大家装 还有台湾这个没有人会装 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期待说 如果我们在边境严防做得好 那我们在社区里面 R10小里面 主要还是靠大家的努力 就是说肥皂清洗手 戴口臭 你本身有没有做这个APP 不然一必要做 即使是什么应用 你当然就是像杜艾琳老师 台湾来实验室 有做这样子的APP 但是这个就是超超超前部属 从我们的角度 但是他们现在已经跟英国 很多个国人在外国了 所以对人类也是有此风险 所以你不预计台湾会走上面 我是觉得说 如果我们边境严管做得好 的话应该不会自行 那边境严管你现在还跟我说 这个问题 就是你刚才提到教育 我们看到社会上 一开始谈的就是 什么时候可以开放 优先次序 当然很多人谈到了 学术人 特别是学生 特别是境外学生 您个人认为 当然我知道 这个就跟您的整个的 整个的 这样的就是 好好过年 对 你个人的开放 是不是应该也 也让他们能够 进到的开放 因为我 我讲这个就是因为 我大部分的学习 是在网路上 所以我讲这个是有 有点添加 也是因为我的专业领域 好比像说计算语言学等等 大部分都是在网路上 交换音乐 所以对我来讲 好比像说 国外叫Minerma 的一个共学团队 他们就是把整个台北 当作他的整个学期的校园 是一个实验教育 那当时他们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纷纷回去了 甚至一个人在台湾 我就带着所有这些人 去总统府 跟蔡总统 这个有一个数位接线 那这个蔡总统也觉得 很有意思 因为他们自己写的 那个软件叫BORN 包含举手啊 这个什么 放这个烟火啊 等等 就是他有很多视觉的特效 让大家有一种 好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的感觉 所以我一直是觉得 这是特别好的 比起就是面对病 还要在考照 要来得好 所以你问我一定是这个答案 但是我这个病 不代表就是别的 可能比较需要面对面的 关于就是 所谓的 眼镜教育 或者视觉教育 有它取代性的价值 我觉得现在是更难用的 可以取代这个物据 限制的情况 对 即使你是一些 比较需要操作性的 像外科手术 不是有那种大危机吗 对 那医师也不一定要在同一个房间 那我还有一个小部分 对 今天我看过你们的说法 和部分 你也特别提到 你自己的成长点 嗯 你也讲到开放创新 无线有很重要的因素的经验来源 嗯 是旅游 嗯 因为你要讲张三峰 是不是 我不是这个 这个旅游 会不会 因为现在看起来 几乎是很危险的 是 你会觉得这个 这个对于未来的创新 如果年轻的时候 我要创新 那它会面对你的 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它主要就是要靠 扩增时间 那我们其实 这一次 我们像说 几辆山脉里面 我们觉得主要是要这个 外国朋友来登山 那没办法 嗯 但是呢 我们为了这个做的时候 可以包含观光局 去做一些VR的体验 去做一些建模啊等等 这些就是说 你就算没有来台湾 你带一个VR装置 或者你带一个 扩增实际的房间里面 或者是你在一个 声音的音场里面 Soundscape里面 你还是可以有一种 真的身体激进 好像你可以传送到一个 新的地方 这样子一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VR的旅游 在接下来就是 出于必要 它一定是会越来越 可是它能够取代 像你自己 在年轻的时候 身体骑进 以后能够带来 成一个刺激 创新的平行吗 因为我自己 有这个经验嘛 就是我在马德里 Media Labrard 有带过一群学生 那我当时就是 有一个机器人 叫Dellati 非常好的名字 然后他的那个 机器人呢 就是也穿着衣服 然后底下是一个 像扫地机器人那样子 有轮子的 可以走来走去 那我就坐在台北 然后远端遥控制的机器人 但是我带着VR 因为它上面是 360度的镜头 所以我就真的 好像在那个 课堂里面 跟学生互动 那刚好呢 跟我互动的一位 应该当时的一位 事宜员 他本身也是 就是运用轮椅的人士 那所以就是 他能够到的地方 我也能够到 因为那个机器人 相当于一个轮椅嘛 那所以我们 因为他的缘一步 所以那个地方 我障碍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就几乎 每个地方都可以到 那我这样子跟学生们 相处了一个星期之后 我飞到了马德里 那然后又待了一个星期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我就从细作的身体 变成碳作的身体 但是在我的经验里面 这个是连续的争论 所以就已经意思说 这个机器旅游的 战区中的 不能够成为 战区的学习 确实是这样 所以青年的创新 还得透过 新的科技技术 绝对是如此 因为全世界 绝大部分的地方 的学生 现在正是这样子 台湾是极少数 我们还面对面少数 那他们会不会 将来的创新能力 比不上你这一代 我觉得他们创新能 一定远超过我这一代 因为我的经验 还是受到我们实体的 这个经验所拘束 他们就是可以综合实体的经验 以及他们透过像360 一个摄影等等 数位建模的方式 把他们所在的地方 去建模一个 我们叫数位原生 数位分身 然后让各地的朋友 也可以进入 他所在的这个世界 那像这样子的做法 在我当年因为技术 和平凡的不足 他们把它做到 其实你刚提到一个 360 光帆动力机械 你准备在一个场合 提到 你看到这次疫情 开放了一个 国际共同的议题 这个议题公布 跨越境 跨越境 你认为可以 替台湾打破 国际空间的 限制 这个 自己能不能再说 清楚 难道我们可以 将来去 把我们自己 因为台湾业被世界 视为这种的角色 这个突破了 对啊 事实上也突破了 我们在WHA前几天 就在卫福部的大会议时 由我们指挥官主持 那我也有参与 去分享出我们的总裁啊 或者是我们的 怎么样运用 粉红口罩啊 也有登场啊 这些 那当时就是14国的 卫生官员 而且就在WHA的前几天 所以这个叫做 多小型不便关系 每年乱说 那这件事情 非常有意思 因为不管是WHA 他们的视群品质 其实我们要稍微好一些 或者是我们 变成纯线上的时候 其实你分不出 哪些是会员 哪些是官场 你分不出哪些人 做前排哪些人做后 因为在视群上 大家都一个一个小方格 所以自然 也没有这个 其次的问题 所以很多外交的规矩 就这样被打破了 中国大陆有 有参与支持方向吗 GLC没有的 这是14国 那你的将来这种的 空间利用 对台湾 可以看到什么样的 你真的我们可以 把我们自己的角色 在各种的这种 所谓的 线上的考察 不断的出现 我们的官员 我们的整个 他可以达到 真的是 比如官员实际 坐在那边参加的 可以达到 当然是这样 因为以前 旁边上是我们 非常高阶的卫生官员 其实他也不一定 很熟悉 这种视讯开会的方法 所以我们以前 就算要做这种视讯论坛 你要不到他 因为他一样 就不想用了 但现在呢 他可能就是在家里 我们那次14国 看到很多人家里的样子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其实唯一的 要考虑的就是 市区了 所以像我现在每天一大早 都是跟美洲 白天当然是跟亚洲 晚上大概都是欧洲 非洲的媒体 那所有这些会面 其实大家除了市区之外 就没有别的阻碍 那所有这些会面 其实大家除了市区之外 就没有别的阻碍 在大学演讲 那他们就是租了一个机器人 走来走去嘛 后来他们买下来 就觉得太好用了 然后呢 在那个听众里面发问的 有一个就是我们住处的公认 然后呢 他说 郑伟我只想跟你讲一件事 还没讲的时候 我就一面机器人 走到他面前 他说不用去机场节奏 我真的太好了 哈哈哈哈 这是外交人员的福利 对啊 是这样 他只要爱你这很多道 你真的看到 我们可以借此来突破 我们的外交问题 绝对如此 绝对如此 可是别人也不用视频方式 获得的关系 阻挡你 你觉得怎么 不管 因为这个视频 是我们办的 主机根本就设在台湾 所以 这个将来 你看到 对我们将来的 很多的官员 他们必须要去学习 这个视频的使用 学习那种小朋友的样子 除了外交之外 经济 工贵 都可以利用 当然了 这大致节省了 很多外交人员的 也就是让我想要一件事情 就在这次520的 蔡总统就有理解 我们发生了这个 会怎么能复杂派货的事情 当这个事情 说我们后来 有时候被捏到 到底是你的真相 您来了 到底怎么来 因为侦查阶段 有行业务 何况 我其实并不是 总统府那边的 社民人员 所以其实我完全 丢死心 我知道跟他们 像现在行业务员 来讲 你也是有 有海可不断的 来 骚扰 我们是 我们是 现在的做法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 政府计划 它的IT预算 里头5-7% 就是请人望海客来打 只要我们之前 有讨论过 所以在接下来四年 我们会试着它 扩大 变成政府的 全部的新的预算 的5-7% 不是只是IT预算 的5-7%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数倍的成长 这个就是希望说 所有那些会来 就是攻击我们的 天望海客 要不要考虑一下 就是说来 当个赏金猎人 它的这个 基数还比较高一点 而且还没有被抓去观众 您能够讨论一下 现在您看到的每天 我们政府的 资情系统 或者这个资安系统 对 有什么海客攻击的数字 对 在现场里面有多少 我试着来扫描的 这个数字 当然是非常高 但是成功率也非常的低 所以这部分 我想还是以资安处 所说的对准 我并没有及时 就是这一秒的资安处 你有看到主要的来源地区吗 其实在王都上面 主要还是靠跳板 所以说除非是说 它攻击成功了 那你顺着跳板 去追溯回去 它若只是扫描 而它事实际上没有造成 那么危害的话 那我们也不会花很多 我们的企业 就是见识的资源 去看它和我们的事情 如果按照您刚刚讲的 这个这次疫情 让国际间的数位的机会 大会增加 数位的交换的机会 大会增加 甚至包括台湾可以借此 在国际的困难 主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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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资安的这些投资 这些人才 显然是更加重要的 就最重要 我们六个战略里面 责任是非常重要的 好 所以但是总统预出了 数位委员会 或者数位委员会 无造的结果 我也要看立法院 也是我收的算 你是现在负责的吗 我当然有参与 我以为你是主要负责人 我以为现在就是负责的 我们现在就是负责的 所以我们当然是尽早会准备一个版本 给立法院 不过大概是赶不至临时段 所以到年底 就可能接近年底的时候 你知道它会有多大的运程吗 不如说是 不如你刚才讲 现在有百分之五 那它将来是做政策式的 还是所有各部会的执行工作 也造不到这个 当然不是如此 其实最主要的 就好像之前李军部长 常常说就是每一个部都是文化部 第二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我想数位是要扎根在每一个部会 它自己的运作的逻辑里面 所谓有一个数位的 或者通讯传播 资安数位政府等等的这个 它只是说去把这方面的这个人力 它能够一定程度上去做最好的应用 它不是会变成是每一个部会里面资讯直系的 好像有单大部斗一样 那这些资讯实系的 以及这些资安专者的人力都还是在 并不是说全部都召回 它不是一个什么资讯总处 像什么人是一条边啊 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不是这样子的 它还是去把在各个部会里面的 资讯跟资安专者去做最好的 影像传续等法 就是把部会只是一个目标性角色 你能找一个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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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26年代的时候 总统有跟你谈过这个 就有你谈过这个 idea 当时的这个计划 还没有那么成细 当时我们提出 所谓社会国家创新经济 最主要的还是要让各个部会先习惯 因为他习惯以前 他没有办法知道说 这个到底是好 还是不好 但是如果每人都来 数位 数位开会 好比像说在我们 社会创新世界中心 每一次我巡回的时候 就是二个部会人来 那我们这样子已经执行了两年多了 也就是说有上 可能上千人次的公务员 提会 这样子数位作业的方法 这个时候我们再说 我们要有一个专责的机会 去把大家这个能力去增提 这个大家听得懂 但是在当年 就是三年半以前 这样讲的话 我想大部分的部会 的朋友不一定知道 我的心理词 所以主要这个部会构想的提案 还是你 当然是总统的境界 你看到 我这个上次我们也谈过 我们现在官员来讲的话 从刚才准备你们接触的时候 他们有可能落差 得了解 现在已经第五年了 我们官员的数位 我们化学者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例子 告诉我们 当然我们这次防疫程度 你现在还看到什么样的例子 在四年前 五年前你看得到 对 其实我们光举 就是我们指挥中心 我们当例子 像以前你很难想像说 指挥中心每一次 记者会开完之后 就有一只可爱的一只柴犬 叫总柴 能够用这个狗狗的名音图面 去跟数位的这个原生蛋 去对话 那当然就是有一些 就是比总柴 还要更便宜一点的 好比像说才迅速啊等等 那这个当然是 已经到了一个极致啊 那但是我觉得 尤其是苏院长 开了之后 他把他自己 变成一个 好像 就是 会走动的长辈图 就是 不管任何新的政策 你就会看到 苏院长的 对 没错 对 这个苏院长的正面 或者有时候背面 都会出现在 这个名音的图片里面 所以不管是总裁在指挥中心 或者是苏院长本人 在行政院 他自己的这个脸书 或者其他社交媒体上面 他都是说 我们现在 以前数位时代的那个文化 以前叫次文化 就是小众文化 只有那些对动漫啊 什么感兴趣的朋友 比较听得懂 所谓比较窄的一些梗 但现在呢 这个次文化 二次元 它全面主流 它就是行政院的搏通方式 民营梗 它就是行政院 面对大家的方式 那这个是非常大的改变 我们年纪里面 蛮想象的 你个人跟他接触 你有没有在他前面 提过一个 什么样的建议 他或者采纳 你觉得 对于他的数位 精神 那是会看出自己的 那当然口罩地图 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为他一看就说 而且就跟导航一样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他好沟通吗 非常好沟通 我大概跟他 讲任何事情 跟我讲第二次 就是他立刻就听懂 有没有会提出质疑 当然有啊 我就说有问必他 我意思就是 到底这种关系 对你的 站在一个 你的全人 专业性的角色 是 他敢指引你吧 当然啊 当然啊 那他拿什么背景 来指引你 你跟他讲一下 比如说网民的意见 你跟他讲那些 刚有点多的 逻辑上那些 是吗 他接不下去 没有啊 不会啦 不会啊 因为我讲的也不是我的意见 是代表集思广义 所以他也是一个相名 他也可以 我想知道 他们做不到有文毕达 需要慢慢练习 我想这个 大家都可以看到 陈指挥官 我们CCC刚开设 我们跟他现在 他有文毕达的功力 是独备猛击的 他们还需要接受 什么多余的训练 增加客战支援 在面对未来这个 这个 我怕更加更多的分量吧 你觉得我们 这些首长们 还要不要做一些什么训练 或叫我们家里多 看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当然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 就是要知道说 就是开门造局这件事情 就是开放式的创新 更愿意说 在草稿 你稿的阶段 就不怕大家骂 因为大家骂 其实表示人家关心 人家关心 就要进厨房一起想东西 我想是一个习惯 很多朋友们 可能他概念上可以理解 但是实际实行上的时候 总是觉得说 因为我没有做到八九成活 我不想端出来 那这个确实是 还需要慢慢地来谈 有没有需要 鼓励他们多 多有辩解能力 去为自己的政策而辩和 同时愿意接受错误 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体两面 就是说 我对的地方 当然我要讲得很清楚 但是呢 你若想到更好的主题 我不会因为说 这不是我想的 所谓non-inventative here 所以我就一定要去说 我不产产 不应该有种想法 你有机会给这些文官多上课 有 我们在任格前在文官学院 本就已经有像千人词的文官 现在还是有文会巡会的上课 而且我们事实上教材教法都已经做成开放的教材 所以日本人形容你应该有看的 日本媒体 为什么讲 为什么他们的合约没有想法 英文而称名的是安心大权 数位大权 为什么 你看到这些的赞誉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不过我想君主立宪的国家才有大成 我们这个是直接名全的共和国 直接委员呢 当然 显然牵上日本的这些国家 他们没有来到足以一个代表性的两个国家 有这么样具有序护力 有这么样的专属的执行 所以我想他们这个媒体中间 现不明知 我想某种的意义上也有所 但是我觉得 我现在本身就是一个素材 有很多日本的年轻朋友 他自己对于政治参与 他可能觉得是 就是需要花很多的力气 他不一意能够看到社会的改变 他觉得有一点沮丧 如同您说的 但是呢他现在就是只要 他必须要在他的什么嘻哈音乐里面 稍微混音 把我的这个素材去使用一下 他就可以说 这个我有一个唱语嘛 那这个唱语 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这个公民之国啊 Revolved your citizens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嘻哈音乐 完全不是我本来的想法 我只是把我们采访的这个东西 用CC授权把它公众授权出去 但是我就看到很多年轻人 运用这种文化创作 它其实是想要刺激他们的执政的朋友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运用 虽然说我是跟动漫角色一样 跟我是没有太大关系 应该很虚传 关于今天您的影响 有跟这种痴迷的这种热度 是 你自己有没有进啊 还好吧 这个二创三创 就是跟那个初音未来一样 你不进啊 你也不进啊 因为我想问的是 我记得2016年入阁的时候 你特别想到这不是什么使命的 你就在这部队里有兴趣 五年之后 这个兴趣应该变成实力感 没有 还是做好玩的 做好玩的 对啊 就每天都没有了 你一点都不觉得 这个工作已经对你来讲 它代表了很多人的期待 代表了很多人希望你有更多的发挥 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不过因为蒙娜丽山那个是作品 那个达威西才是作者 所以 Dos Monos那个团体是作者 我只是他们运用的素材 这个素材在前面的 就是 人员去罗伯公看的就是罗伯公看的 就是罗伯公看的 放个达威西照片我也不想看 确实如此 确实如此 所以你就是 你去选择选业 没有 没有这个兴趣 而且我当时就是 不但我个人没有这个兴趣 我就是做一些重要决定的时候 都会回弹水问我阿嬷 那我阿嬷也说 绝对不要出来学 那我就是听阿嬷的方议 阿嬷太大了 所以弹水的阿嬷叫我 不要出来学 那是多久以前 那个他在市场出去 那因为当时确实有人过 那我也确实回去 然后阿嬷讲的时候 我就回去 那有确实回去 你有重心、體驗嗎? 沒有啦,我問她說 有人這樣講嗎?阿嬤覺得怎麼樣? 你也是當時聽過來 然後再跟她傳承一下? 對對對,我有一個通道嘛 那跟妳講的那個人,她在想嗎? 她當然是覺得說 這是一隻騎兵啊 你覺得你是不是? 我覺得可能對她是一個素材的 那一下對方怎麼接得下你? 因為我如果跟她說 我分析利害關係什麼 我要去拼外交啊等等 其實我也這樣講 那她可能還有一套講法 那我說這個 喔,沒有,但水阿嬤要 我不要出來去拍就沒辦法了 對,所以 這個就是成為你的要理大人 是這樣的 興趣 興趣會變淡 其實興趣真的一直都會維持大 我覺得熱情有變淡 但是興趣的話會變淡 你的熱情有變淡嗎? 我一開始就沒什麼 熱情 這可能會讓請你來做的人 會有點不知道怎麼接下去 因為我如果很熱情的話 所有人的問題來的話 我很快就要回答的時候 因為我要帶入很多個人的情感 我有個人的主張 我要捍衛等等等等 那這個確實一天都還沒有辦法 處理那麼多問題 那你的興趣會繼續讓你在至少這個工作上 會繼續做好一陣子 當然啊 就是因為維持著這種興趣才有淡定的 那你現在還有下一個興趣已經誕生嗎? 沒有 我同時還兼職很多維信組織在離世 都是無幾職,非引力為目的 而且院長同意 但我覺得你必須 你這個 這次的疫情整個的過程 某方面讓我們了解 不僅是科技工作很重要 也了解一個科技人 是 他在一個社會的這個 遇到巨變的過程 是 面接的開發的一個 對 所以我覺得 你可以有更多的角色來做這個 謝謝各位 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最完美的角色 因為這種委員就調合各種不同價值 OK 還有為什麼現在給你的力量很不夠 當然我沒適合問的問題 因為我沒有這個吃早餐 所以我現在主要的是 應該是蛋白質吧 或者一些看起來有淡粉 來給你一點 我還有兩個問題 對你個人委員 你告訴我說 你的思考 時間會有問題 對 我是怕要徵收睡眠 對 對 你說如果你要準備資料的話 你可以前一天 你就入睡之前 對 瀏覽一下 然後利用睡眠時鐘 去記憶那些資料 去消化 第二天睡多久 就記多久了 對 這怎麼可能 其實就是你讀書的時候 如果腦裡不發出聲音 那其實大家都給他能夠發 但是呢 如果你腦裡發出聲音 比如說你看到這一頁 你覺得同意它和同意它 你腦裡升起了太短 那當然就沒有辦法看 很快 所以我覺得懸置這個判斷 就是不下判斷 然後快速的看完 然後去睡覺 在夢裡面去進行這樣的夢裡 等等 這個是可以論 當然都可以認識 那不是代表睡覺晚館嗎 你睡覺還要用很多夢 去思考寫一個問題 那不是代表你的睡眠時間 你還做很多思緒的事情 對呀 但是因為我就是白天 只是純粹的興趣 所以我白天是休閒 是晚上才會休閒 是晚上才會休閒 你得24小時 沒有啊 你非常引力的 興趣是休閒 好啊 好啊 休閒 那我怎麼覺得問得好累 是您的工作 我的休閒 你看他沒事 看那個檀子 就知道誰在工作 常人怎麼可能有這種 這種能力 都睡著著著 還去思考 沒有 我說就是懸置自己的看法 看到東西的時候 不要急著想看 只是可以練習 好 那我第二點 你的思考決策 你在每天有什麼時間 是你很弱的 你 沒有 完全沒有人 想不想你都是最強的吧 你不是我在決策 是集體的智慧 我只是集體智慧的一個傳承 我知道你從過去 我們結果把我還在 一直在強調這一點 但是難道你個人沒有 哪一頁是你個人的意志力 在做你的最關決 你的力量 你的 難道你都是這麼樣能夠 我只是思想的載體 思想傳播到我 只有我傳播出去 比如說口罩地圖 該怎麼走 你會覺得 我覺得我的想法是這個 也許他們這些想法都會 有140個團隊 最好的那個想法就是這個 那你有哪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說是你個人 在做決策 一個人 我今天來接受跑論 難道不是你的決策 或是指揮排的 是這樣嗎 他排什麼我就去 我知道也有好處 這真的是如此嗎 這確實如此 也許我可以說 我答應你沒有用 他答應你 他答應你 俗試壓力 可是這樣真的是壞了 就是你看看 玩一看 玩一看我 我放給別人 可是這叫那個 持平等鍵 當然喜歡 我們又要學習 學習 對 未來的 我們接下來的 這個疫情觀點 你看到 台灣的 這個 未來大家的生活 有很多 還有 有很多 你個人都可以做一個 什麼 看看 當然就是疫苗 研發出來 跟疫苗沒有研發出來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 如果疫苗有研發出來的話 那當然也許 借過就過了 我們就變成一個 就是在這一場 這個戰役裡面 不但其中好 階級滿分 其中好 也非常的棒 那就會要領導 我們整個世界去 我們在疫情當中 深化的這些 自由民主社會部門 就會變成 新的這個 去發展的一個標誕 那各國就可以 出來學習台灣模特兒 那但是如果疫苗 沒有研發出來的話 那當然我們 還是在隨時 戰備的這個 警戒的過程裡面 不過這個也是 很有好處 因為可以塑造這種 風舟移民的 這種共同體的感覺 對於您上次 訪問所說的 就是大家各自異詞 意識形態 讓大家變成 就是雖然有 意識形態 但是同舟移民 這個最後一個問題 比較嚴重 當然你聽到 台灣作為一個電影版 是 台灣模特兒 對 萬一這個模特兒 在英國未來的一段 在短時間 因為我覺得 這樣就蠻定的說 像這次人 如果要開放 因為台灣又看到自己 人家後面 也許我們耐心 我的問題就是 台灣人在未來 透過各種方式 我們重新得到一個 提升的機會 對 你認為我們需要 有更多的耐心 當然 而且不只要更多耐心 還有更多的耐心 就是 那些用健保快一通 把自己沒有去 你的口罩的配額 然後去響應 這個口罩的援助 到今天已經 超過五百萬天了 而且裡面有 三十多萬人 有名字 有名字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唐鳳捐獻了 好像三十六天 那只有六天是我的 其他是唐鳳銘啊 唐鳳椒啊等等 就是這些朋友 有把他的名字公布出來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當我今天有知道說 台灣不是說 台灣政府在那邊做外交 我們做的所有這些 宋暖的舉動 都是台灣人民的意志在後裏 那只要我們保持著 這個暖勢力的這個想法 我覺得耐心就不是問題 因為有愛心 我們不會會失望嗎 你有愛心的話 你有沒有失不失望的問題 愛心跟欣情 我最想要 我們最期待的 就是七月份 開紅的 他的三倍券 叫什麼樣的 保證是加好幾倍 絕對是用數位的方式 數位就是不止一位 數倍也是不止一倍 好 我期待 我期待 我們要學 非常謝謝你 非常謝謝 謝謝 你也希望大家 多到這種餐廳來用餐 好 元氣接觸 沒錯 大家大概能走出門外 這就是 我很高興 我也高興 我沒有吃 你都吃完了 我吃差不多了 歡迎大家一起把三倍券變數倍券 謝謝你們 謝謝